你刚刚提到这个牙齿痛的问题啊 那我要跟你分享 就是我在今年的清明节扫墓的时候 我们一家子去扫墓 然后中午呢就去吃饭 就吃饭的时候突然间 发现我的牙齿很痛 那我发现我不管吃什么东西 喝汤啊什么 吃菜啊 我是吃树的 那你是全素吗 我吃全素 你是每天吗 对 我从1988年1月就开始吃全素 是有什么特别原因吗 是 健康还是宗教信仰 都不是 不是健康 也不是宗教信仰 而是纯粹的敷畅敷水 了解 这是另外一个 因为我先生说他 我先生说他要吃素了 所以我就说吃素 谁怕谁啊 我是很怕要煮两样 又煮荤的又煮素的家里的餐具 还要分两套 这个太辛苦了 我就决定我也要吃素 所以我吃素 那话说回来 我们去吃饭 我们去吃蔬菜 这个你跟我讲过 刚刚那个 吃蔬菜 吃蔬菜 那我们就 中午就去了一家餐厅吃菜 结果 不管我吃什么东西 牙齿都痛 只有 只有喝白开水 不痛 我每一样呢 都给他吃一口 都痛 只有吃白开水 不痛 所以吃完 所以我饭就没办法吃了 那我就去找医生 结果医生呢 礼拜六下午 那天礼拜六下午 就没有看着 那因为那个医生呢 因为我 我这个人很奇怪 我的医生呢 都是一辈子的牺牲 这个医生呢 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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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姓陈 陈立人 他是立人牙科 这个是从 我小时候 我爸爸就带我去 他那里看牙 那老医师 他七十几岁了 可能他一开始 只看诊 我们就给他看了吧 我也搞不清楚 多久了 反正看了很久了 那 其实我想想 我牙齿也没有什么问题 大概就是给他检查嘛 就是我爸爸很注重 我们的牙齿 所以每年都要 带去给他检查一次 那 所以这样一个医生 所以当我去到他们家 去看诊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 下午 没有看病 那我说 不好意思 我真的很痛啊 那他就说 好吧 那你七点回来 七点回来的时候 医生帮我看 然后他告诉我说 特地帮我开一开 因为他那时候出去了 不在家 我去到的时候 他就吃饭 我等他吃完饭 他帮我看 看完以后 他告诉我 说我的牙齿 没有蛀牙 没有蛀牙 他也没看到 牙齦有发肿的 也没有牙齦肿的现象 所以他淡定是神经痛 那我说 那神经痛要怎么办呢 他说 就只有一颗牙齿 神经痛 那结果他说这样吧 他说 我给你止痛药 止痛药回去吃 吃完了 如果礼拜一你还痛 那我们就要来做 把牙齿打开 打破一个洞 把神经抽掉 你就不痛了 那我说 哎呦 我牙齿又没坏 要打一个洞 抽神经 我听起来好像 好像很不可思议 牙齿又没住 对不对 他就说 他说这种情形呢 有些人也是自然就好了 不需要根管治疗 也不需要把那个牙齿 弄开 但是这种比例很少 这种可能性 这种 这种case很少 那他说 一般人都是 吃了止痛药还是痛 所以就 就必须要这样做 否则的话 痛死他 那我自己 就拿着止痛药回家了 我心里想 我会不会是那个 幸运的人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